接下来关注中国大陆的经济 要特别的看到青年失业率 6月份青年失业率数据出来又创新高 来到了21.3% 而中国的经济成长呢 第二季是6.3% 但因为它比较的基底是去年这个时候 那个时候上海封城 所以比较的基准低 它的成长高 它不如市场预期的会冲上7% 总的来讲 中国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是5.5% 我们已经持续focus了几天 中国大陆的内需相对疲软 它的青年失业率高 房地产市场的危机没有改变 各投资银行纷纷调降 中国大陆全年的经济成长预测 小朋友默不转睛 盯着眼前的恐龙化石 这里是北京的中国国家自然博物馆 自从暑假开始 每天官方接待的参观人数都是大爆满 我们现在每天接待的观众数量 都达到了我们整个场馆的最大的承载量 最受大家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博物馆之夜 推出一系列的客服活动 博物馆把握暑假商机 要持续热度 因为大陆现在最重视的莫过于是境内消费市场 官方公布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领售总额 同比增长8.2% 对经济增长贡献达到七成以上 总的来看经济运行逐步摆脱疫情的影响 像常态化的增长轨道在回归 上半年5%的经济增速 应该说是含金量比较高的一个速度 大陆官方对上半年GDP增长 较出5.5%的成绩表达十足信心 而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是4.5% 第二季为6.3% 外界认为第二季回升明显 是因为去年同期上海正处于经济停滞的清零封锁中 但美国的彭博和英国的路透等媒体机构预测 在基准相对较低下 第二季经济增长应该冲上7% 法奇警告内地要达成经济增长目标有风险 需要推出更重大的措施确保复苏持续 下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是官方政策思路的时机 上半年复苏不如市场预期 投资银行包括花旗摩根大通等随即调低 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预期 从原本的5.5%以上下调到5% 英国第二大银行巴克莱预测更低于5% 只有4.9% 学者认为大陆官方得拿出更好政策来解决当前困境 因为旧问题始终存在新挑战不断来 譬如6月份16到24岁青年失业率再攀升 来到21.3%是有记录以来最高 我们学长啊那些就到现在还是代业阶段 我会担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专业就是蛮冷门的 就是很多的企业其实他在招聘的时候 他的想要什么样子的人可能他不太了解 就是青年人他心中理想工作的一个难途 再加上青年人刚步入社会可能对工作也有一些过于理想化的设想 根据大陆官方说法由于现阶段还是毕业生找工作的旺季 7月青年失业率或许会继续提高 但随着暑假结束8月将稳定下来 逐步下降 至于大陆的房市危机始终没有获得很好的改善 房地产投资上半年下跌7.9% 开发企业到位的资金同比下降近一成 根本上我觉得还是要取决于老百姓的购房意愿 能不能够提升 包括在这个降息各地的这个优惠刺激政策 当然我觉得未来我们也有必要降低这个购房的首富比例 特别是首次职业 在房市青年失业率加上内需疲软下 大陆上半年经济增长 勉强还是达到官方标准 不过复苏力道不足下半年开局急转直下 整年度是否能保住5%的经济增长 对突破的困难还不少 TBBS新闻综合报道